那个workday前面也讲过,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上面,如果你有那个云端上面,你可以看这边订货,我是把它改成Now,然后这边的话是,本来是用Vidu函数放后面,后来的话把它改成用workday,把Vidu函数放后面,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我们要怎么样下拉清单,自动跳出其他的,包含就是说他的名称,电话跟地址, 那这个当然第一个,我需要做个下拉清单,那下拉清单从哪边来呢,从客户这边的客户编号,所以你可以把客户编号先建一个什么,建一个名称,所以从选举范围顶端列嘛,按确定,已经有了,把它取代好了,我看一下本来已经客户编号,是不是这个范围,是哦,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资料带过来了,所以带过来的方法就是,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嘛,那这边可以改成清单,下面改成F3,改成客户编号,按确定,再按确定,这边就有了,OK,那 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呢,有这个我想前面都做过,所以我做的比较快一点点,那再来就是点了他之后,他会自动帮我带出其他的,那怎么自动带出其他的,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嘛,那一样呢,就是说用什么,VIRUS函数去查,查什么呢,查客户的这个,这个对照表, 有没有,那不过目前客户编号这边没有一个名称,所以我看一下名称里面有没有一个总表,客户表,这边有个客户表,我看客户表是这个范围,客户表有多选了,不过理论上就是怕说将来资料会增加,所以我会多选一些啦,预留,所以也可以直接用客户表,直接来用,已经有选了, 那我就直接插入函数的时候呢,用什么呢,用VIRUS函数,所以这边选择,检视与参照,最下面这个VIRUS函数,然后呢,去查什么,001,他的table是F3,客户表,客户表里面的话呢,第几栏呢,第二,如果不知道没关系,点上面客户表一下,一,二,第二,OK,然后呢,比对方式完全比对好了,找到他,那电话的话呢,其实就是 是跟个公式其实一样的,所以其实你把它贴上,这边把它改成3,打勾一下,这边把它贴上,这边改成4,打勾一下,OK,这样就完成了,所以当我下拉的时候,哪一个编号,就会出现他应该有的,那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不过会有个问题,就是按delete键,他会变成找不到,如果你刚开始完全没选,那就会造成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不过会有个问题,就是按delete键,他会变成找不到,如果你刚开始完全没选,那就会造成什么呢, 那就是会有错,那怎么办呢,你就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做过滤嘛,所以过滤的方法就是,剪下来,判断一下,如果其实,要判断有几个方法,判断前面的格子是不是空的,如果是空的,他也是空的,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好像我讲过,就是说,要判断,如果有警字号错误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一个过滤器 if air 两个其实都可以 只是说哪个简单而已 其实说真的 方法可能有十种以上 但是你要挑一个 你自己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好了 所以 当然这个 我自己都是记那个最简单的 如果说发生错误的话 丢个空的 所以像我写程式 我尽量去想那个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写出来程式一定要最短 最简单 然后不要钻了脚尖 很多人在处理资料的时候 就会一直想越想越困难 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困难 对对自己把自己困住 以为一定要只能 因为只有 好像只有那个方法 但实际上不是 其实方法有非常多 而且工作里面很多时候 我都会用一些 算是取巧 其实我工作里面有很多取巧的方法 像写程式 我不会用那种 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去解决 我宁可用一个 那个小小的取巧的方法 来解决 还会针对就是 我要处理的事情 如果是小量资料 我取巧一下就好了 但除非说 你那个东西是给很多人用 而且又用非常久 那我就考虑了会比较 比较周详 所以这个地方方法 那这边我是用ifl好了 如果用ifl的话 那你会发现 如果空的那就没事 如果有资料 就没有问题 有没有 那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一样再丢到后面 所以其实我的习惯上 复制前面的 然后呢 就把它贴到前面这边 后面补一个什么 空白 要不然刮虎就可以了 差一个什么 没有 引数太少 对后面 后面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啦 双引号 如果错误的话 要告诉他说 所以前面这个贴 后面加一个逗点 双引号 这个自己打就好了 因为这个是 第二个引数 引数如果没有 那就是少那个 如果没有的话 怎么办 那当然我云端上用的方法 是刚刚讲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错误的话 有没有 if 你可以用isblank来判断 里面是不是空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isblank好像也容易造成错误 所以后来改另外一个 就是里面不是放这样 是放什么 b3 如果等于什么 空的 这样的写法会比较OK 会比较简单 而且另外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isblank之前有发生过 明明那个储存格里面 是完全空的 但是他却判断说 里面有资料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他isblank蛮奇怪 就是说 你可能之前有做过 什么样的格式吧 他可能也把 把你的格式 也当成是有资料 所以这个病副分的话 所以用isblank 我都用得非常小心 所以我会建议说 你可以用上面的代替下面的 两个当然在一般的观念里面都是对的啦 可是就是我发现 上面的方法 第一个比较简单 第二个比较不容易出现问题 OK 因为这个是比什么 如果里面只有比里面的资料 但是isblank我不确定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里面的说明 它好像有在比里面的格式的样子 所以很容易也造成错误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有确定过 把它delete掉 它就是会出现错 除非你用那个清除全部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清除 它就正确了 所以这个当然你可能要小心一点点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就可以做出来 我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 我是用那个isl isl的方法 然后去做判断 这个 那再来的话 商品编号 商品编号一样 就是 不过商品编号一次要做很多个 那你当然做一个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当我有商品编号 那商品编号这个范围 现在不会还是要有个下拉清单 清单里面看看有没有一个什么 商品编号已经有了 OK 那确定一下是不是 不过位置好像有错 这个好像连到我旧的 所以把这个删掉好了 所以你们再check一下 明天管理员先check一下 然后重新建一个商品编号好了 不然可能会错 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 然后这个范围干脆建一下 这个商品表我看有没有 有没有商品表 商品表看一下 哎呦 这个商品表已经建好了 所以就不用建 那我们一样用 用这个商品编号里面 一样这个地方 先建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这边这个范围 建那个下拉清单 所以下拉清单一样是清单里面 F3然后找到商品编号 这边就有了 那规格的话就是说 如果也是用V2函数去做查表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用-4与-3兆 里面V2函数 那我们一样是去查这个 不过现在里面没有了 OK F3 然后去查商品表里面 我查到的话第二栏给它 也是输入0 那当然如果它有NA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插入函数 刚刚用ifl 我们现在用if给各位看 if也可以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里面是空的 所以点一下B7 如果是空的话 那就把这边一样什么 输出是空的 反之呢 就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OK 空的也是空的 NA嘛 因为它清空的啦 所以这个反正按确定 应该也是空的啦 OK 所以有没有 这个方法跟刚刚的方法 结果一样 只是说哪个简单 你就自己选一个吧 OK 好 那再来的话 一样把这个公式再复制一下 数量 单价 单价贴上 然后把这边改成3 OK 可以按打勾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下拉出现 那编号怎么办 编号 当然我可以怎么办 插入函数用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边 自动产生 可以用列来抓 第七列 所以我可以用参照 参照到它的列 不过它是7怎么办 剪掉6就好了嘛 打勾 那如果要01的话呢 还记得吗 格式化 插入一个什么呢 文字格式还记得吗 有个文字 专门做格式化的 TST啊 那如果你要两个字的话 就补两个0就好了嘛 应该有印象 前面那个 那个那个手机函数里面有 你就补双引号00嘛 这样就好了 按确定 向下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它 会自动产生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一样 把它剪下来 插入一个函数 什么呢 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这个里面 等于空的话 那它也是空的 反思就是把它显示出来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的 所以它就是 两边的都根据中间的 如果中间有下拉清单 才显示出来 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 不用写任何程式啦 关键就是说 用那个 那个什么 B7这个 如果它等于空的 不显示 如果不是空的 就显示 就这样简单的逻辑 OK按确定 然后呢 像这个地方 我把它点一下 这边没有对不对 没关系 先把它拖拉 所以你这边 变成你要先 先把它填满 先把它填满 因为如果你没有填满的话 它不会下面没有 如果下面都填满的话 它就会自动出来了 但是它一个缺点 就是说呢 它只能够到 你有填满的位置 超过就不行了 除非你要写VBA 那VBA的写法 当然就比较复杂 前面好像有讲过 自动带出其他篮 那个就没有 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说一定要 预先写好了 应该有印象吧 OK 只是那个难度 比较高一点点 它要去判 用VBA里面去判断说 你那个当某个蓝 哪一蓝里面 如果发生 劝取事件的时候 你就自动带出旁边 的其他的东西 应该有印象吧 如果忘了话 回头看一下影片 找一下应该有啦 OK 不过我发现这东西 对各位来说 很容易忘记啦 所以 所以没有关系啦 反正即便是课程结束啦 反正你回去 还是可以再把它复习 那反正我过必留下痕迹啦 我几乎全部的 应该算是铺天盖地的 只要需要记录的 全部都记录下来了 包含我的声音 还有我上课的画面 还有所有我做过的 最关键的那个截图吧 甚至我还会打一些东西啦 但是不是打很详细啦 如果打很详细 可以出一本书了 对 顶多只是讲义而已啊 那 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 你为什么不干脆出书算了 其实书商有真的有找过我 但是后来我都用 工作太忙碌回绝了 不过 到底很简单 因为现在说真的 第一个出书 看的人可能没有 没有看的YouTube来得多啦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很多人还是就是想要免费的 他不想花钱嘛 对 所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 那 而且写一本书你说真的 对于作者来说 其实说真的 获益真的很 算是 以经济效益来看 其实真的不高 因为 我有写过书啦 所以 这个 想一想 哇 花那么多力气 获得的真的 可能 太 太成 不是有版权吗 有版权啊 可是版权 可是像电脑书这种东西 电脑书 它的寿命其实很短 你要一直 换新的书 你才有 否则你 很旧的东西 它很快就没有人买了啦 就变成 就是 旧书了啦 OK 电脑的东西 如果你是出一些文学著作的话啦 不过那个文学著作 可能要你深厚之后 你才会变有名啦 你看有名的作家 都是当他已经往生了 或者当他已经年纪非常大了 慢慢才会知道这个人 OK 所以 慢慢在想啦 反正各种方式 你只是说一个 刚开始是说让上课变得比较简单啦 学习比较简单 好 那数量的话 当然我如果我这些要全部最多五个好了 那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资料里面的资料 资料验证 我就不用轻 我就不用再建一个名称 直接清单里面呢 就1 0.2 就这样就好了 12345 有没有 什么事都不用做 也不用做清 不用去产生一个名称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每个都12345了 那你可以直接选 选了之后 小计的话就是什么 把它等于什么 两个相 这个乘这个不就好了 这个乘这个 打勾 这边的话一样 向下填满 不像那填满呢 有些东西会错误嘛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没有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就把它把它判断 判断什么呢 前提是这个东西要有 所以这个等于空的话 那我后面的也是空的 反之才是把它做 那个最后的相乘 单价乘以数量才需要乘 那把它向下填满 OK 基本上就会是对 它如果有数量 那就会有结果 如果没有数量的话呢 那就不会有结果 OK 好 那总额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你在用上盘数啦 也许你这个地方用什么 SUM SIGMA这边 然后呢 这边里面范围就是这个 把这个范围全部帮我加起来 放在总额就好了 OK 按打勾 好 基本上 我们整个流程就完成了 所以打电话来 你要订什么东西啊 你告诉我你的客户编号 然后订什么 订几个 订完之后呢 最后怎么样 我需要最后一件事 这边有个订购的按钮 当我按下订购呢 自动帮我把这个人的相关资料 放在这里 再来怎么样 把旧的资料清空 清空之后的话呢 单号帮我加一 写回来 所以待会的话 那个刚刚同学已经做到后面去了 就是 你可以想一下 总共三件事啦 第一个把资料写过去 第二个清空 第三个单号加一 就三件事嘛 所以你只要把这些做完就OK了 那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把资料写过去 到底很简单嘛 前面讲过那个 储存格嘛 哪一个储存格 你可以用range 固定的位置用range嘛 哪个range的资料 搬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所以前面会有个讯质物件 哪一个讯质 搬到哪一个讯质 对不对 然后后面就加 它的哪一个储存格 到它的哪一个储存格 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总共有八个栏位 那你就写八个 就写八行不就好了 对不对 那写完之后回来再把资料清空 清空完之后呢 再单号加一 不过清除之前 你不能直接先清除单号 你要这个单号最后再清 不用清啦 因为这个不能清 直接把它加一写回去 盖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的流程是这样 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 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那个前置的 表单的自动化 稍微了解一下 那基本上这里 最关键的地方 都前面都大部分都有讲过了 包含就是说 如何制作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要制作钱 就是要配合那个名称的定义 那这个其实我发现非常重要 不过好像刚开始教这个的时候 同学对这个好像就不是那么熟练 不过你多演练几次 你会发现 就是大概的步骤都这样子 做熟了好像就慢慢就变得很自然的动作了 而且在工作里面真的非常好用 你用下拉清单什么都不要记 而且每次如果你不用下拉清单 你变成你旁边要放很多的资料 还要再查一下 编号在哪里 编号几号 还要把它印出来贴到墙壁上 所以有的人办公室旁边就贴的密密麻麻的 因为都要参考一堆 就是把你自己的那个墙壁当成V-R函数 其实你做这些动作不就是等于V-R函数做的事情吗 所以尽量就是说如果你要做全面的自动化 那当然就是要做全面的 不是只是做部分 OK这里的话 像我现在几乎就是慢慢就是几乎五指化了 上课也都是五指化 像我们现在上到课 也不太需要印什么资料 全部都在云端上作业 编号